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那边把的哥哥康永辉 知道风声之后跑了 慈禧老太太大怒 于是抓来了康广人 但凶兽刑的康广人 被抓得冤枉 看着哭天枪地的康广人 除了谭四童之外 其余四人心里也都不是滋味 被抓了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 他们看不到成功的那一天了 不过谭四童倒是镇定自主 一副誓死如归的模样 牢门开了 六人被带走 押到刑场 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真不少 也不知道有没有违亲派的同道中人 不过真有的话 他们也未必敢吭声 谭四童咬牙 心头一热 下了决心 情形开始了 毫无意外 第一个被杀的就是康广人 虽然死得冤阳 但康广人也算死得最痛快的了 毕竟他在危险派里面算不上什么手脑 而到了谭四童这里的时候 柜子手换上了盾刀 这斩手 还分快刀和盾刀 当然要分的 慈禧老太太博士研究的不多 这稀奇古怪的东西反倒喜欢研究 古代行刑的时候 很多犯人会求柜子手 一刀给个痛快的 那样的就是快刀 而盾刀 痛快不了 得慢慢搁到谭四童镇了 换上了最盾的那种刀 谁让谭四童在这些人里面玩最大 又叫嚣着有心杀贼 无力为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呢 于是 柜子手拿着这盾刀 开始锯谭四童的头 没错 这刀不是用砍的 是锯的 可这三十多刀里 谭四童硬是咬着牙 一声不吭 周围的群众们都看傻了 这人是真的不疼 当然疼了 可谭四童就是为了警醒世人 才没有跟着康永辉离开 才甘愿为了变法 欺生自己 让世人瞧得清楚 不过 围观上万人 瞧是瞧清楚 看完之后 也就回家洗菜做饭 了 若干年后 鲁迅先生为当时受刑的谭四童 对这围观的上万人说了一句话 哀其不信 怒其不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